今天刚好早上时间特别充裕,好好享受一下早餐时光 有点吃够了北方的早餐,今天换个月式的早茶 今香会三宝板茶店来过很多次了,很喜欢他家的点心 又点了几样粥,开启了惬意美好的一天 对于脾胃薰弱的人,喝点黑米八宝粥,特别养胃气 他们家的粥做的不甜不咸,温温糯糯的,喝起来特别的舒服 这个点心叫漏奶发财西多士,在港式茶餐厅特别火呀 炸的香脆可口的西多士,中间添满了黄油和炼奶 上面撒着阿华甜粉,添加了鸡蛋和牛奶 虽然流出的奶液不是爆浆的感觉,但是已经闻到了非常浓郁的奶蛋香味 这个外酥里嫩的西多士,咬一口真的超级好吃啊 在那里干嘛这样的?能吃吗?能吃,白巧克力 啊?白巧克力 能吃吗?能吃不?能吃巧克力 一般都不吃 没人吃 换一遍 漏奶西多士厚厚的一碟,真材实料,塞进嘴里非常能舒缓心情 散发的甜香淡香味太诱惑了 尺之蒸凤爪,软烂入味,一直是我的闭点香 超级滑嫩的牛肉肠粉,再浇上酱汁,看着好诱人呐 白色的肠粉软韧爽滑,就着牛肉的鲜香,不肥不腻 味道鲜美,价格还不贵,怪不得在南方这么受欢迎 外皮糯糯,晶莹剔透的肠衣,包着香浓的肉馅 再淋上酱油,这口感真的不错 越式的皮蛋瘦肉粥,喝一口有浓郁的姜葱味,不咸不淡也不腥 蒸的脱骨的尺之凤爪,感觉比肉都好吃 绵软咸香,特别能促进食欲 如果早上时间充裕的话,应该来品尝一下越式的早茶 不论是味道还有环境,都很愉悦心情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观看 感谢观看